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谭松韵新剧爆花絮,开插秧机不慌张,与人家伦西太田,从这段透露的花絮来看,谭松韵居然开插秧机了,并且开得很稳,丝毫不慌感觉就像老手一样经常开过的。 谭松韵在电视剧《我们这十年》《新之所向单元》片,已经在10月19日播出了,由他饰演的李新尧终于与观众见面了。 这次谭松韵打破以往的角色风格,在《新之所向单元》出演一位回乡创业改造家乡的故事,在剧里他不仅要开拖拉机,并且还要亲自下的茶样。 所以,这部剧的题材对谭松韵来说,也是一种新挑战,毕竟在所出演的角色中,谭松韵出演过少女形象比较多。 因为谭松韵有着一张可爱的娃娃脸,出演学生特别符合他,并且也毫无违和感。 这次在《我们这十年》剧里,他不仅要学开插秧机,并且为了剧情需要,还要迅速掌握要领。 不得不说,谭松韵除了演技扎实外,他还比较能吃苦耐劳,悉心听导演教他开拖拉机,即使中间过程有点害怕,但是他都克服了。 毕竟在众多女演员中,像谭松韵这样能把插秧机开这么稳的确实不多, 也可以说没有几位会接这样的戏份,怕会影响自身的形象吧。 因为不能穿漂亮的衣服,并且还要下地干活,与农民没有啥区别。 但是对于比敬业的演员来说,他们非常愿意尝试不同的角色,不仅能磨练自己的演技, 同时也是作为演员的基本素养,即使遇到生病感冒发烧这样的问题,也仍然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还记得谭松韵与人家伦古装剧《锦衣之下》吗? 两人无论是在剧里还是剧外,搭档的都很愉快,尤其是人家伦即使生病也依然坚持工作。 在与谭松韵对戏时,很多花絮里都能看到佳伦咳嗽得特别厉害。 据了解,任佳伦在锦衣之下之所用稳替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得了肺炎,怕传给谭松韵,所以才没有自己亲自上演的。 就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不知情的粉丝不满意任佳伦的做法,有的影迷甚至说他不够敬业, 可能是因为大众太喜欢他俩在剧里喝CP了,希望他们再甜点吧。 总而言之,锦衣之下这部剧播出后, 受到了无数影迷的认可与好口碑,除了谭松韵与任佳伦精湛的演技外, 也少不了影迷们比较喜欢这类题材类型剧。 因此无数影迷很期待锦衣之下能出演第二部,能再次看到任佳伦与谭松韵合作。 左灯右灯也没有等来他们二搭的消息,如今2022年都快过完了, 谭松韵新剧《我们这十年》李新尧也已经与大家见面了。 而任佳伦也正在与宋佐拍摄新剧《无忧度》中,两人都各自忙着, 哪有空档的时间,还往传人佳伦要与李一同搭档新剧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只能期待了。 至于谭松韵与任佳伦是否能二搭,对于影迷来说是非常期待的。 02.五部降播的爱情剧 谭松韵、刘亦飞各有一部,总有一部是你期待的, 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是一部接着一部,其中爱情剧还是比较常见的, 并且男女主高颜值,真的是很甜蜜的, 比如最近正在播出的《谢谢你医生》、《点燃我》、《照亮你》等等, 男女主非常般配,看点十足,如今又有几部爱情剧即将播出, 神仙阵容爆款预定,总有一部是你期待的。 一、归录,该剧根据莫保非保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了投资总监归小,十年后重逢排报特警录严陈, 两人迫近重圆,找回忠诚和信仰的归途之路的故事。 这部剧是谭松韵和景国然主演的,光从海报看来, 两人的氛围感十足,非常的般配, 并且还是迫近重圆,久别重逢的设定, 男主还是特警,谁会不期待呢? 二、爱情而已, 该剧讲述了渔转网运动员宋三川和总裁特助转职业经理人的梁有安, 在遭遇职业归零级人生困境之后, 共同面对职业与情感上的种种挑战, 在同担风雨并肩前行的道路中, 逐渐治愈彼此,学会勇敢去爱的故事。 这部剧是周宇彤和吴磊饰演的姐弟恋题材的爱情剧, 并且还是讲述了运动员的故事, 真的是很值得期待的, 两人看上去毫无违和感, 不少观众都表示爆款预订。 三、去有风的地方, 刘亦菲, 饰演许红豆, 因闺蜜去世心情低落, 生活和工作陷入低谷, 她带着满心的疲惫与伤痕狠独自前往大理云苗村的, 有风小院, 休息调整, 结果, 邂逅了辞去高薪工作, 回乡创业的当地人谢之咬李献, 是, 两人在大理发生了一系列温情故事, 整部剧还是很治愈的, 最主要的是, 还是刘亦菲和李献主演的, 两人的演技和颜值都不用多说, 清心甜蜜, 真希望可以早点播出。 四、照亮你, 讲述了十年前消防员静世川在一次地震救援任务中救出女孩徐来, 为安抚对方应下, 十年之约, 十年后徐来成长为优秀的新闻记者, 在市消防救援支队组建搜救权队伍时, 徐来以国际训犬师身份成为队里的搜救权训导员, 与时任是消防救援特勤大队战长兼搜救权分队队长的静世川成为搭档, 如约, 上演千层追爱, 心机不腐的浪漫爱情故事, 作为一部消防题材的电视剧, 真的是很期待的, 并且还是陈伟霆和张若南主演的, 陈伟霆非常的硬汉形象, 出演消防员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并且女主还是记者和国际训犬师, 强强联合的爱情真的是很令人期待的。 五、三分野, 该剧改编自耳东兔子的同龄小说三分野, 讲述了两位个性独立, 强大坚定的男女拼搏事业, 携手成长的励志故事。 这部剧是张彬彬和吴倩主演的, 不得不说, 两位演员还真的是很般配的, 并且还是久别重逢的设定, 正是当下观众的喜欢。 光看海报, 就可以看到两位演员CP感十足, 相信在播出之后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伍岩的屋檐, 糯米一点点, 拥挤的人汉意中和你擦肩, 迷人的双眼, 还有可爱的笑脸, 你就从此住在心里面。 有你的世界 再也也温暖 日子一天又一天 从没有疲倦 清晨一个吻 睡前说一句晚安 这幸福的生活多么的浪漫 你就是我今生 最美的云天 不管真心是何年 此情都会变 风起的时候 我会陪在你身边 再多艰辛我也会勇敢 你就是我今生 最美的云天 不会让你再寂寞 也不会再孤单 为你流眼泪 为你珍惜每一天 只想就问他 伤一点脸 然而是在区别人 要是看你 尽快耳朵 也不会在你身边 尽快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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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